每次嘴巴饭馋没味总想塞点小零食 没想到外面小小一包冻着十几块的软糖 自己在家也能做 真正吃得到梅饼果肉的小糖糖 太合我口了 先来准备做软糖所需的材料 具体的配笔我都写在左边啦 再用我囤了好多的溜溜梅日式梅饼 给它注入灵魂 直接用我最中意的清新柠檬味梅饼 切成小小的颗粒 二开水搅拌均匀 释放梅饼的特殊香气 再把准备好的材料 一股脑统统混合均匀 全程中小伙 煮飞6-8分钟到这种浓稠状态 刀进模具送入冰箱冷凍20分钟电行 等待的时间再浅尝几颗梅饼解解无聊 它可是日式梅饼大师杰作 四种口味各有千秋 而且富含多种天然有机酸 坐车解法解无聊 加班提升又行脑 每块梅饼都很厚实 口感柔糯香软 而且梅子也相比市面上的大很多 还是独立小包装 一次一包就很方便 变形后的梅饼软糖很轻松就脱模了 表面再刷一层防潮糖粉 就保存的更绝 这颗颗QQ弹弹的小软糖 真的巨诱人 而且每一口都能嚼到清新酸甜的梅饼颗粒 完全不会过于甜腻 梅香和柠檬香在一口中融合 看到这个和解面都止不住要流口水了 怎么样怎么样 要不要喂你一口 就会给你一口中融合 就会给你一口中融合 就会给你一口中融合